野外露营 妻子打来电话 说她摔在了山脚下 让我去救她 我冒着大雨找了她一夜 拖着断腿 显现没了命时 接到了工作人员的电话 她说妻子没有走丢 只是在玩大冒险 我不信 可赶到现场时 看到的是妻子 正和她的白月光 参加新婚节目 两人在阳光下拥吻 甜蜜拉斯 而我却在拥挤间 被人当作工作人员挤了上去 狼狈不堪地 将奖品递了上去 她眼里闪过略微心虚 你自己傻 真话假话也分不清楚 可不能怪我 我深吸了一口气 那祝你新婚快乐 我没多逗留 先去了医院 处理好伤口后 才拖着病体回到酒店 我平静地收拾着行李 身边是妻子柳如烟 喋喋不休的吵闹声 你自己听不懂好赖话 你要怪谁呢 总不至于为了你 我连游戏都不能玩了吧 一个大男人 至于这么矫情吗 贺年在楼下办了一个庆功宴 你之前不分青红皂白地 让他难堪 记得带上他最爱的那个蛋糕 给他道歉 柳如烟坐在旁边 理所当然地说着 仿佛根本没有把 刚刚发生的事情 放在心上 我没抬头 只是淡淡地回了句 我做什么了 要去道歉 我是当众骂他 勾引有夫之妇 还是说我因为他 亲了我老婆 打了他一顿 我什么都没做 只是送了奖品 送了祝福 便物自离开 兴许使我冷淡的态度 激怒了柳如烟 他猛地一脚踢向我的行李箱 行李箱挪动 撞在了我的腿上 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 可他看不到 看不到我肾血的腿 也看不到我惨白的面容 你是我老公 当众助我新婚快乐 你这不是在骂他是什么 你太恶心了 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小气的男人 柳如烟说完 愤怒地摔门离开 我收拾好了东西 准备离开时 刚好在大厅遇到了 对着男人巧笑倩息的柳如烟 看到我 他眼里满是不耐 你要走 非得在这个时候 扫大家的信吗 陈鹤年挑眉瞥了我一眼 蒋成 如果你是因为今天的事情 我跟你道歉 如烟很想要拿的奖品 你一直不来 我没办法 才和如烟一起上去地说着 他叹了一口气 你不是为了如烟 什么都愿意做吗 现在只是一个游戏而已 你真没必要斤斤计较 我跟你道歉行吧 我有些被气笑了 告诉自己别跟傻子一般见识 我拖着行李箱就走 却不想柳如烟拦在了我的面前 蒋成你真的够了 那只是一个贴面礼 朋友之间也是可以做的 你是没朋友吗 我知道了我亲身开口 可以让我离开吗 说吧 我绕过他 直接朝着门口走去 柳如烟的表情有些难看 我以为我的态度已经表明了 却没想到他忽然冲了过来 一把抱住我 不等我反应过来 他朝着我的嘴上飞速一吻 眼里嫌弃依旧 还给你不就行了吗 够了吗 我不一样还是你的 非得计较这些干什么 看着我正愣的神色 柳如烟高傲地瞥了我一眼 一脸掌握之中的姿态 下一秒 我在他的眼神之中擦了擦唇 几乎是片刻 柳如烟维持的骄傲 阵阵碎裂 有些咬牙切齿地瞪着我 你什么意思 嫌你脏的意思 柳如烟愣愣在原地 他眼里闪过受伤 我冷漠地瞥了他一眼 拿着行李直接离开 柳如烟面色难看地 几乎要杀人 一把拽住了我 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抱怨 你怎么回事 我不就是和陈鹤年亲近了一点吗 你至于摆个死人脸的模样 给我看吗 柳如烟说着又重新挡在了我的面前 别闹了好不好 你这样让我很难受 柳如烟自顾自地握住了我的手 看着他失落的模样 一往我早就妥协了 可现在我只觉得烦躁 我瞥了一眼我们交缠的双手 眼里闪过一丝厌恶 但很快 又随着几人的到来 这点厌恶突然加深 竟有些荒唐 二 陈鹤年走过来的时候 柳如烟直勾勾地看着 意识到男人的接近 那张算得上精致艳丽的脸蛋 也不自觉泛红 鹤年 我们这边处理好了 等会儿就过去 两人的对视目中无人 我实在忍受不了魏力的恶性 就直接离开了原地 身后是柳如烟的大叫 你又犯病了吗 怎么不说一句话就离开 有你这样的老公吗 等到了客房的时候 柳如烟还在那喋喋不休 对于他的锅躁 我也只是淡淡掀起眼皮 语气冷然 不是说要去庆功宴吗 怎么 你就穿成这样 我的话成功转移了 柳如烟的注意 很快 他就进房间换起了衣服 等到他出来的时候 我明显看到了柳如烟脖子上 那条简单的项链 柳如烟不喜欢这种朴素的东西 他喜欢华丽的 可原来喜好是根据人来变的 似乎也注意到了我的视线 柳如烟有些尴尬 他张了张嘴要解释 见我没说话 一脸淡漠的样子 眼中仿若还出现了几次憋屈 我懂他的疑惑 若是以前 我一定会 甚至在得知他的东西 是陈鹤年送来时 开始闹 可是现在 我不生气了 我沉默地拿出那件 看起来过得去的外套 随意地整理两下 就准备出门 走吧 柳如烟的脸色有些难看 你没什么想和我说的吗 这根项链 只是 你裙子穿反了瞬间 柳如烟的脸开始红温 他咬着牙看着我 最终怒气冲冲地冲了进去 我不明白 我是在提醒他 他为什么生气 我简简单单地摁了一句 就转头准备离开 换好后 我们一起出去 柳如烟没话整话 我和他只是被推上去的 本来想拒绝的 但我不上去 只会让贺年难堪 只是同事和朋友 你别多想 况且亲的时候 我是把他想象成你的 这也不算背叛吧 哪怕我在心如止水 我还是没忍住震惊 我深吸了一口气 你说的对 那只是表达有意 和礼仪的行为而已 谁知道柳如烟却不满意了 他瞪着眼睛突然发起飙来 你在阴阳我吗 你能不能懂事点 知道为什么 我宁愿和贺年在一起 也不会回家吗 就是因为你连话都不会说 你还不如割了舌头 当哑巴算了 陈贺年确实比我会 能说会道 我深吸了一口气 对 他特别好 所以你可以和他结婚三 啪 话落 柳如烟一巴掌朝我甩了过来 他红着眼眶瞪我 你有病是吗 我都嫁你了 我怎么嫁他 你要是实在不行 你滚去医院看病 神经 我愣了一下 护帝笑了一下 你和我离婚 不就可以嫁他了吗 柳如烟 嫁他不是你的心愿吗 现在是在恼羞成怒吗 脑残 柳如烟抬手想打我 却在接触到我冷漠目光的瞬间 有些难堪的往后退了退 他骂了一句 直接大步离开 临走前 甚至还怒声大吼 不用你去了 看到你就烦 不去正好 我将东西放下 开始继续收拾自己的东西 等我收拾好东西离开的时候 我远远还看到柳如烟在楼下雨晨贺年热舞 挺好看的 奇怪的是 我以为自己会很有些难过 会有些狼狈 可是此刻 我内心无比的平静 或许是真的累了 我直接掉头离开 乘车离开 在车上的时候 柳如烟的电话打了过来 你人呢 死哪儿去了 长本事了是不是 你要是不回来 我们就立马离婚 我沉默了一下 好啊 你决定时间不知道是不是的态度过于认真 柳如烟似乎哽了一下 你真该去看看脑子随即挂断了电话 我回过神来 只觉得荒唐 我为了柳如烟放弃了前程 到头来却是脑子有病 挺有意思的 那些曾经自以为是的爱情 就像是泡沫一样 一吹就散 回想自己为了柳如烟受的伤害 不过是过往云烟 似乎在她的嘴里就是我应该的 好在腿很疼 疼得我忽略掉了内心的伤痛 夜晚 我独自在家时 接到了朋友的电话 讲成 你跟你老婆吵什么架 你都把人都气进妇产科了 孩子都有了 就不要这么偏激了 还让别的男人送她来看病 这不太好 我猛了一下 得不到我的回答 朋友笑道 该不会知道有孩子了 高兴傻了吧 耳边嗡嗡作响 我难以置信地问了一句 真的有孩子了吗 废话 我亲自检查的 刚好挂了我的科 他还说让我别跟你说 给个惊喜呢 但他情绪不高涨 我想着你要去多哄哄他 免得孕妇不高兴 朋友的话在我耳边不断回响 可我们已经有一年未曾同房了 他说他不喜欢 现在才明白 原来是不喜欢我 我后仰着头 不让眼泪落下 心中那股酸涩 几乎要让我发疯 我才知道 原来失望到极致 哭出来是没有声音的 就在这时 我接到了父母的电话 我缓了缓神 按下手机接听 晨晨啊 今年过年回家看看吧 你妈妈也想你了 听到爸爸明显带着思念的老生 我一个大男人 不由的眼眶一红 说出口的话也有些颤抖 好 我会回家的以后 我不会再一意故行地抛弃你们 挂断电后 我思绪万千 当年 我刚刚毕业 就因为柳如烟的一句 嫌弃我爸爸妈妈的出生 我就毫不留情地抛弃了他们 现在 该是我和柳如烟说结束的时候了 四 等我回到家之后 已经半夜两点了 家里面没有人 四周还有柳如烟生活的痕迹 我冷静地将曾经属于我们的回忆 一点点擦拭干净 等到全部结束 我才能有时间 和之前的同事告别 当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 同事也很惊讶 你当时不是心里只有柳如烟吗 爱他爱得死去活来的 你可不要忘记了 当初是你自己 非要和他在一起的 你最后可不要后悔 夫妻之间哪有什么隔夜愁 好好谈谈就好了 朋友的语气很平常 像是在说一件小事 说来也怪我 当初爱柳如烟的时候 爱得人尽皆知 现在晚了 我已经没有后悔的机会了 身边的每个人 几乎都在劝着我冷静 我走到阳台 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大脑是从未有过的冷静 我已经思考好了 我和柳如烟不合适 辞成我已经交上去了 是时候该离开了 实话告诉你吧 如烟给我们公司打了一个电话 说是他被你给抛弃在了酒庄 你也是 老婆都闹到公司来了 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对面是同事那指子的声音 我有些失神地挂断了电话 柳如烟真是好样的 为了逼我就范 居然能做到这个地步 过去他不是没有用过这个方法 每一次都在我的气球 与自卑中结束 但这次我决定忽略他 第二天 等我到公司递交辞呈结束后 门外 突然多了几个不速之客 是柳如烟和陈赫年 我眼神一缩就准备绕开他们离开 谁知道柳如烟像是看到了我 直接冲了上来 拽住我的衣服就开始质问 蒋成 我没见过你这么狠心不要脸的男人 就因为我的话就准备离开嘛 你不是忌惮我和赫年之间的事情吗 我现在把人带来了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 大街上 人来人往 柳如烟的这句话 几乎把所有人的眼光都聚集了过来 看着柳如烟那明显带着失舌的眼神 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不准备说话 而柳如烟像是被触怒到了一样 揪着我的领子就对着我怒吼 你算什么男人 面对这种事情你就知道躲避 现在我来了 你不是可以发现你内心的怒火了吗 柳如烟那语气很激昂 乍一看似乎道理都在他那 我莫名地看了他一眼 不懂他怎么会这么双标 明明出轨做错事的是他 可是最后的加害者似乎都变成了我 但现在的我 明显不想和女人继续谈论下去 我绕开他就准备离开 等我离开的时候 忽然有一个身影拦在了我的面前 我抬眼 正是陈赫年那副翩翩君子的模样 此刻 他正板着一张脸 不赞同地看着我 蒋辰 我知道你为我们上次的事情生气 可是你怎么能这么对如烟呢 如烟为了你特地早上赶了过来 一下车就拉着我要过来解释 如烟是个好妻子 你不该这么对他陈赫年这几句话 说得情真意浅 而我被他摆在了复兴人的位置上 呜 看着周围已经有些指指点点的人群 我也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 我对你们之间的事情不感兴趣 麻烦让让那边的柳如烟又忍不住了 突然暴怒了起来 拿着包包就砸在我身上 红着一双眼睛就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 蒋辰 你有本事就走 永远不要离开了我点点头 转身就准备离开 下一秒 我听到了柳如烟崩溃的大喊 站住 送我回去我愣在原地 没有回头 你可以让陈赫年送你回去 你这是什么话 蒋辰 你还知道你是我老公吗 老公 听着这熟悉的话语 我顿住了脚步回头 你有把我当作你的老公吗 看着柳如烟躲闪差异的神情 我不由得冷笑 结婚这么多年 柳如烟除了见父母的时候 在外面从来不会喊我老公 我问他为什么 得到的也只有他冷漠而又疏离的笑意 我还这么年纪就把自己交给你了 在外面做我自己不可以吗 就这一句话 我把柳如烟捧到了心间 从那之后 我基本上都没有碰过柳如烟一下 本以为他是为了女强人的人设 不想怀孕 现在看来 说不定那个时候 他的眼光就已经落到其他男人身上了 柳如烟还在那边大闹 我不管 你今天必须得给我一个解释说着 他便想要冲过来抱着我 就在他要过来的那一刻 一辆车子驶了过来 电光火时间 我还没来得及动身 陈鹤年的身影就跑了过去 没事吧 如烟 孩子 柳如烟似乎也有些后怕 就这么安安静静地躺倒在陈鹤年的怀里 一动不动 远远看去 两人就像一幅完美的壁画 我看了很久 最后转身离开 或许我从来都是那个被遗弃的那个 等我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的时候 柳如烟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来 我本以为柳如烟是生了气 所以也就没有多想 可是 下一刻 就接到了柳如烟的电话 语人的嗓音是从未有过的娇弱 此刻正在不停地念着我的名字 蒋尘 蒋尘 我拿起手机的手不由地抖了抖 却在下一刻 我敏锐地察觉到了女人的不对劲 你在外面 外面嬉戏力力下着小雨 如果柳如烟真的在外面 那她应该也是被淋的 我本应该拿起外套就冲出去 但现在 我站在那 嘱咐了女人几句 外面下雨了 找个朋友过去接你电话那头的声音 是那么激烈 蒋尘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不讲道理的男人 我现在都快要被淋死了 你都还不过来 有你这样的人吗 握着手机没有说话 我对柳如烟的反应有些诧异 从前 她绝对不会这么低三下四地让我接她回去 但很快 我又重新理解 说不定是柳如烟觉得 我这个可有可无的人 其实比她想象中的重要那么一点 毕竟陪伴了那么多年 一条狗也应该有感情了 六 不知道过了多久 那边的电话挂了 我沉默了片刻 最后在理智的劝导下 踏上了离开的步伐 开门 是柳如烟的闺蜜柳青 她正在一脸紧张地看着我 如烟正在车上和陈鹤年在一起 你快跟我过去 我眼神颤了颤 没有抬头 不是还有你吗 你这是什么话 你再快点过去 陈鹤年可就和如烟双诉双飞了 柳青的面色很着急 还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怒火 我有些猛 从前柳青是第一个劝柳如烟和我离婚的人 怎么现在倒是着急了 我看了看钟表 淡定地摇了摇头 现在已经这么晚了 如果没有事情的话 你就离开吧 我还有事情就不奉陪了 就在我准备关门的那一刻 门被用力地推开 映入眼帘的是神色难看的柳如烟 你就这么不担心我吗 我要是真的和陈鹤年发生了什么怎么办 我没有出声 眼睛打亮着柳如烟 很好 身上没有半点湿润 天已经快黑了 我打了个哈欠 你不是没事吗 以前我不是在柳如烟 一点风吹草动的时候 就跟着过去 但每次都会被柳如烟一顿骂 你大惊小怪的做什么 我不是还没有什么事情吗 你扎扎乎乎的只会丢我的脸 你就不能和人家陈鹤年学学吗 那次被骂的狗血临头后 我就学会了不去管自己不该管的事情 而现在 我自认为做得很好 怎么会被骂 我缓了缓身 倚着门口看着他们 没什么表情 你做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原因 我没必要去打扰你柳如烟看着我这么平静 愣了半天 盯了我很久 似乎想要把我看出个花来 忽然间 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 嘴角一扬 声音也明显的起伏 我知道你在说气话 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了 我和陈鹤年之间没什么 至于你看到那个场面 也是我们不得已敷衍人家的画面 你要是介意 我以后会和陈鹤年保持距离的 你不用装作不在乎的模样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见我没有说话 他以为还不够 就一把灰退了柳青 隔着房门 他一下扑在了我的怀里 甚至还把我本就所剩无几的衣服 往下面拉 一时间相间半路 无边春色 我有些困惑地看向他 你要做什么 柳如烟见我不解春情 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朝我吻了过来 之前我没有怎么满足你 我现在不是在弥补你吗 说着 柳如烟的手 不老实地解着我的衣服 以往如果柳如烟那么主动的话 我肯定已经扑上去了 可是现在 我按住那双乱动的手 眼里终于有了情绪 是厌烦 柳如烟 我现在没兴致 柳如烟的表情僵住了 下一刻 似乎感觉到自己被狠狠侮辱了 一下子从我的身上退了出去 一巴掌扇了上来 没用的男人说完 起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我沉重地叹了口气 坐在沙发上 对着柳如烟的身影 淡淡开口 孩子你打算怎么办 柳如烟僵硬地回头 你已经知道了 我冷哼了一声 刚刚柳如烟勾引我的时候 还捂着自己的肚子 明显是在乎的 我可以为了你打掉的 你相信我 我就错了这一次 以后再也不犯了 眼前是柳如烟 跪在面前发誓的红颜 我闭着眼睛 转身离开 我累了 睡觉吧 原谅是不可能的 永远不可能 七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柳如烟已经不见了 我的脸上 还残留着女人的巴掌 估计是出了七就走了 打开手机 上面还有来自同事的消息 既然要走了 出来喝一杯吧 底下是同事们的附和 看着钟表 订的机票已经错过了 只能转定今天的班机 很快 我收拾好东西去了公司 到那边的时候 众人已经收拾好了餐桌 等着我聚餐 一看过去 都是之前项目的朋友 我走过去 接受了他们的盛情邀请 很快就沉浸其中 等到快要结束的时候 一个小师妹走了过来 她叫张静 平常的项目都是我在带她 这次看到我要走了 哭得泣不成声 师兄 我最喜欢你了 你能不能带我走啊 话音一落 整个公司都笑了出来 不愧是公司的门面啊 就连走的时候 都有妹妹恋恋不忘啊 看哭得那么可怜的模样 就抱一个吧 旁边是同事起哄的声音 我看着那个师妹 想着最后一次了 一个友情的拥抱也是可以的 就在我抱上去的那瞬间 看到一个人影出现在我的眼前 不过刹那 那个师妹就被推开了 场面一度安静 我回过头 就是柳如烟那张悲愤的脸蛋 或许是因为怒火的原因 此刻竟有些扭曲 柳如烟一把将桌子上的东西扫开 踹了几脚 最后不知道是不是没过瘾 走到我的身前就是一巴掌 讲乘车 你个畜生 你怎么能做对不起我的事 正愣间回头 入眼就是柳如烟那双心红 带着委屈的双眼 你的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你怎么能碰别的女人说话间 她的嘴里不停地咒骂着刚刚的同事 顺着她的手指方向看去 几个师妹正躲在一旁 瑟瑟发抖 我大脑有些空白 以往柳如烟绝对不会管我的事情 面对我别有心思的女孩 也只是轻轻一笑 那又怎么样 都是小孩 能怎么样 她说得轻巧 我心里明白 她不是不怕 而是根本就不在乎 但是此刻 我看不懂柳如烟了 周围的同事在看到我们吵架的时候 就为我们腾出一个地方 此刻 这里只有我和柳如烟 看着柳如烟暴怒气氛的模样 我只是有些恍惚 柳如烟 你这是怎么了 下一刻 我只是转机 最后的地点还是菜市 不过这没必要和她解释 让她这么认为也好 毕竟我是做好了不回来的打算 看着眼前柳如烟仍然崩溃的模样 我还是有些恍惚 没想到柳如烟还能有为我情绪崩溃的一天 爸 我缓了缓神 冷静地看着她 这里是公司 不是随便的地方 如果可以的话 麻烦你出去柳如烟脸色不敢置信 眼神瞪得很大 你在说什么 听不见吗 我当着柳如烟的拨打了电话 喂 是保安吗 这里有一个奇怪的人在我的冷漠下 柳如烟不可置信地跑了出去 似乎是受不了这样的侮辱 甚至在最后的时候恨恨地留下一句话 蒋晨 你给我记着 你一定会后悔的等看到柳如烟离开的时候 我才把同事叫了出来 和先前一样 没有任何的伤心 后悔不后悔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是 我和柳如烟已经结束了 一切结束后 就在我登记的那一刻 我看到了柳如烟匆匆赶来的身影 陪同过来的时候 陈鹤年 柳如烟一见到我就跑了过来 满眼星红地瞪着我 你真的打算就这么离开吗 就因为我和贺年亲密了一点 眼前是柳如烟执拗的神情 我没打算继续和他们拉扯下去 就在我转身离开的那一刻 柳如烟扑到了我身上 语气是难得的失落 蒋成 我知道你生气 但是你能不能先不要离开 我没有回头 一点一点地将女人的手慢慢拿下来 柳如烟 你还不明白吗 我们早就已经结束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之前的事情吗 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 那真的只是一个误会 柳如烟不肯放弃 就这么抱着我 不肯放手 我没有看她 而是看向了一旁的陈鹤年 麻烦你 管好自己的女朋友 几乎是话音落下的那一刻 柳如烟控制不住地发抖 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 红着眼睛瞪着我 蒋成 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 我们还是夫妻 我没有回话 心里诡异的平静 很快就不是了 我已经向法院起草了离婚协议书 估计要不了多久 就能送到柳如烟的手上了 而那边的陈鹤年 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眼神一亮 不顾柳如烟的挣扎 就一把将柳如烟拽了回来 当然 我会得陈鹤年激动地抱着柳如烟 甚至在他诧异的目光下跪地 掏出了随身戴的戒指 大庭广众之下求了婚 如烟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我可以等到你离婚 但是我一刻也忍受不了 没有你的痛苦了 我知道 我的人生未来只会有你 而且我们已经有了爱情的结晶 早在我们见面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我们是天生一对 成年人的爱情没有早晚 现在正是时候 如烟 请你答应我 陈鹤年的每一句话都带着真情 特别是在人群高度密集的机场下 很快就有不明真相的人起哄 答应他 答应他 柳如烟却没有我想象之中的激动 只是慌张地看了我一眼 着急地解释 蒋成 你不要误会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也不会这么干地说完 又转头看向了陈鹤年 鹤年 我知道你喜欢我 但是现在不是时候 我真的有事情要干 您能不能等等看着他们没来眼去的模样 我心里一阵的恶心 柳如烟还是放不下陈鹤年 又舍不得我这个免费保姆老公 看着柳如烟犹豫的模样 我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九 心死不是一瞬间的事情 柳如烟或许以为我是因为看到他们亲吻才生气 但是 早在我病重 柳如烟出去喝酒 在我加班 柳如烟陈陈鹤年 或者又是在我为找他摔断了腿 而柳如烟不理不睬的时候 那颗曾经炙热的心早已摔得粉碎 我只知道 及时止损 走路间 我的腿还隐隐发痛 柳如烟再怪我不去下雨天找他 却又忽略了我根本不能找他 那么多年 柳如烟从来就没有体贴过我的那一刻 登记的广播响起 等我再次离开的时候 身后传来柳如烟哽咽又无助的大喊 蒋成 你不能这么抛弃我 我不会留下这个孩子的眼看着柳如烟就要跟过来 身旁的陈鹤年这时却突然弯下了腰 如烟 我的头有些痛 好像是之前救你的时候 伤痛犯了 不知道有没有事 不过如烟可以不用在意我的 你要去追求你自己的幸福背着身子 我看不到柳如烟的表情 但我想他是心疼的 果不其然 很久之后 身后传来柳如烟抱歉的大喊 蒋成 我会去找你的 等我我没回他 登上了回家的机票 等到那时 离婚协议书已经摆到了他的面前 而柳如烟在陈鹤年的幼哄下也只能签下协议书 一切都结束了 回到家后 之前还能时不时接到柳如烟的电话 但在某一天后 这种忽有忽无的电话也没有了 对此 我也没有很在意 因为我正在陪伴着我那很多年没见的父母 他们的病肩已有了白发 在知道我离婚后 二老不仅没有任何的不赞同 甚至还拍手叫好 离婚就好 离婚就好 那女人就不是一个好的 出轨了 咱们还可以再娶 你知道之前跟在你屁股后面的二压吗 现在人家可好了 做了老师 整天待在办公室里 不比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好 而且 我听说她还惦记着你呢 对于父母打趣的话 我也只是笑笑没有放在心上 这么多年 也不指望人家还能惦记着你 回到家后 除了看望爸妈外 我还向各大公司递交了简历 以我当年诠释前几的学历 很快就找到了 其中几个待遇优良的公司 不出几个月 就成功混到了高层 等到一切安定之后 离婚法庭也要开始了 我又重新飞了回去 等到了那边后 没有看到柳如烟 来的只有她秘书 听她说 柳如烟最近去旅游了 去了泰国 还是和陈鹤年一起去的 算是婚前同居 我没有放在心上 很快 一切结束后 我回到了家乡 在父母的安排下 我见到了二鸭 她现在长得很漂亮 身材也很匀称 发件的装饰只有发簪 一眼看上去 婷婷玉丽的 倒是和柳如烟 不一样的风格 她现在叫邓丽婷 是一家小学的老师 很快 我们就熟络了起来 再一次聚会的酒后 我们在一起了 等到我们在一起的那一天 久违的我收到了 来自柳如烟的消息 信息里都是她所说的 后悔想要重新开始的意思 我冷漠地删除了对话 并没有将这件事情 告诉邓丽婷 直到一次同学聚会上 曾经的同事 带回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柳如烟和陈鹤年分了 是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邓丽婷正在我身旁 看着她不自然的神情 我只是捏了捏她的手心 安慰她 什么时候的事情 最近的 那的陈鹤年玩的也是花 之前和柳如烟在一起 就是看上了她的钱全 等到靠着柳如烟 升职了又一把 将柳如烟踹开 她这一次的金主 好像是柳如烟公司的总监 就是可惜了柳如烟 大好的年华失去了饭碗 又失去了前途 听说孩子还生下来了 这辈子算是毁了 听到这些 我也只是冷冷地点头 柳如烟现在的下场 之前就可以猜到了 那个陈鹤年 本就是她从秘书捧上来的 遇到一个更好的前途 怎么还会去看她 更何况 怀孕的柳如烟 各方面都留不住男人 怎么还会把她放在眼里 柳如烟这把 属于是被玩了 可是 这些和我没有关系 我掺着邓丽婷 走在回家的路上 邓丽婷靠着我 温情回荡在我们周围 就在梨花落下的那一刻 我鬼使神差地开口 邓丽婷 我们结婚吧 在漫天梨花的祝福下 我们相吻在一起 未来还在等待着我们 花开始再会 全文完